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25日 今天官媒又发表了一个重磅消息 也就是北京政协副主席李伟 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察委调查 那就是说呢,又一个大老虎落马了 因为他是中管干部 中管干部呢,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 这个管辖的立岛干部 那么2020年之后呢 这是第12个落马的中管干部 年纪不是太大,57岁 这个,这一次这个消息呢 新华社人民日报 特别是这个国家监察委 中纪委网站呢,报道啊 都做了同样的报道 可能有些网友没有注意到吧 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李伟呢,这个个人简历啊 故意省略了什么呢 省略了时间 你看其他的老虎落马的时候都有 哪一年到哪一年啊 认这个什么职务,什么职务 你看魏勇立委 这是精心策划的 这个非常的诡异啊 那么李伟呢 李伟呢,1963年出生了 根据官媒报道 这个北京人87年入党 82年参加工作 那82年,这和我差不多啊 我是1982年,良宁大学历史级毕业 这个李伟呢,是在在职大专毕业 中央民主学院中文专业 那么毕业以后呢 他就开始在北京政府办公厅 副初级调研员 然后呢,是什么呢 市政府宽钩招待所副作者 我猜测啊 我不了解北京的具体情况 就招待所就是这个 就北京政府 这个迎接 南来北往招待客人 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当所长副所长 那缺陷是很大的 是不是啊 因为市政府有钱啊 这个 现在是官本位啊 特别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候 你要如果能担任 这市政府下面一个招待所的 所长副所长 你必须具备一个什么条件 特点 迎来送啊 恶与奉承 请客送礼拉关系 你可以想象 我不了解这个立委啊 也没有任何内部消息 今天确实 猜测啊 错了大家谅解 就什么 他这担任副初级调研员的时候啊 政府 这个领导干嘛就发现啊 估计应该是当时的市长发现了 这个是人才啊 就特别善于拉关系 这个迎来送往 招待这些来来帮往的客人 所以呢 就让他担任这个宽购招待所的副所长 所长 担任所长之后呢 说有缺陷很大 有钱有物 有东西 你讲 这个都讲 这个领导干嘛 都讲 这个请客送礼 吃吃喝喝啊 大关系 这个 所以干得不错 大家注意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是什么 市政府驻海南省办事处 党委书记 诸类 括号呢 副局起 也就是那个时候 这个应当是这个 这个海南这个改革开放了 经济界是稿子 这个惊天动地的时候 轰轰立立的时候 他就派驻 政府派驻这个海南呢 你想这个办事处 还是一个副局级办事处 什么意思啊 在那都可以做生意啊 大家不要忘记了 有一个领导人 在那认识是谁 也就很多人的关系 王岐山 你看王岐山的职务啊 这个王岐山呢 说是在这个广东省啊 97年 在广东省担任副省长 这个当时这个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下 广东的银行 就不良贷款比率是50% 所以就把王岐山派去广东 协助李长盛处理的广信 越海等国有资产 自不抵赛的问题 逐渐他被公众所知出了名的 那么呢 2000年底回到北京了 受到国务院总理朱镕心的所有 大家不要忘记了 朱镕心是对习近平现在这套政策是不满意的 肯定的 这个党代会议上不鼓掌的不是吧 朱镕心嘛 弄目严真 就是不鼓掌 当时也是海内外云的自己骗华人 回到家里也会有点后悔了 因为儿子也参与了生意 把习近平整 马上以这个清华 一个学会的名义出来 这个挽回这个影响 这很有意思 说是那个时候朱镕基 宗斯他 他就出任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两年后 调往海南 出任中共海南省委书领 省年大常委主任 老王在那个地方赶上了 改革开发了好年代 生意遍地都是 外上分支打来 那真是钱抓一把 就是一把呀 老王在那个地方也是和海航搞的 也是不清不白的 这件事情被国务院在海外 渲染夸张 搞得真是全世界无人不知 那么海航最后发生这些事情 不需要我老江再复述了 是不是 这个结局也是非常的诡异 那么非常可惜 这个王岐山在那个地方仅仅干了半年 但是不要忘了在半年这个时间 他在这个地方确实是了不得 确立了生态力省的工作方针 你看他当时把那个海南建成全国人民度假村 中华民族四季花园的目标 这老王的确是有点本事啊 这个 这个李伟这个任职的这个世界啊 故意是隐去了 你看这个上面披露呢 在海南当了这个副局级的这个办事处理书记主任之后 就到了市政府办公厅 当成了什么呢 副主任 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 副书记常务副主任 市政府副秘书长郑局级 没有讲什么时间提问为政局级 谁给他提问呢 是吧 王岐山之后是郭金龙了 郭金龙之后是王二四了 就是几任 是不是 然后你看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主任 是不是 后来到了这个政协 北京市政协副主任 那么我就打了 猜猜猜猜 就有没有可乐是在北的和会议上 给这个习近平提借的 是不是 或许是他这个重用他的这个领导干门 王岐山也好 郭金龙也好 甚至王岐山 因为可能就和习近平发生了这个冲突了 因为中共这个反腐败完全是一个什么 内斗的工具 你看宗族 这个2000年以后打掉的这第十二个 以前这十几个老虎几乎各个都有一些故事 是不是 大家会想一些 都具有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什么 腐败 因为这种制度性的腐败是全方位的 多层次的 所有的领域几乎都有 几乎官员们人人都是腐败分子 只不过是什么的 情节 严重大小而已 贪腐了 诉论了多少而已 习近平继续团队对你感冒不感冒而已 是不是 所以说这是一个特点 另一个就是带有破派系斗人的色彩 你惹弄了习近平或者惹弄了这个蔡奇 是不是啊 给蔡奇提一件或者是背后网易中央 那人肯定给你奋力拿下 所以中共领导人既掌握了攻坚法师 又长着什么意识形态 先给你抓起来 然后媒体一公布 都是非常巧妙的 讲的都是灌棉堂花 他们告诉老百姓 永远是需要老百姓的知识的事情 并非事情的原貌 你看这一次北京的政协副主席立委 接受调查的消息 这和以前不一样的 就是把这个世界隐去了 隐去了 但是就说明什么 这不是说这个网络或者报纸 为了这个减少减少版面 为了使这个消息写的精干 漂亮 不是这样 这是他们要隐藏 隐藏什么 很可能 我认为 他这个案件 可能涉及到王岐山 因为很多人对王岐山非常有意见 王岐山担任总纪委书记以来 打掉了这老虎 宗主物管的干部 那是四五百名 对不对 而且打破了 行不上常委这个规矩了 你想 就打老虎 包括这个中央军委 两个副主席 郭伯修 徐塞侯 这是当年是江泽民的帝系 那另一个就是房东辉和张阳 当然有一些都是这个 王岐山之后 赵乐际这个主持工作抓的 但是你想 都是习近平搞的 是不是 所以说说不定 北戴河会议上 真是这些总共 这些元老们退休下来 离职的 或者他们的马仔 包括上前几天讲到的 上海公安局的这个 这个局长 龚道安 那都是马仔 是吧 孟建柱的马仔 但是孟建柱的马仔 你再往上 往上 哇 那还是曾庆红啊 还是江泽民的 这些人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们可以 现在就起 逐步的情绪 思路清晰了 大家想一想 前几天我做的 其实我们曾经讲到 这个为什么杨晓东 忽然到了 这个甘肃去了 是不是 那甘肃的省委书记 林多是 这个 王岐山的嫡系啊 所以北戴河的期间 你看中共高官那些异动啊 充分说明了 权力斗争的格局 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啊 你把这串下来 现在好想看 老家分析的 或许靠谱啊 这个 所以说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仔细的阅读啊 今天 李委接受中纪委 监察委调查的消息 那当然很快 就会 这个 这个案件就会 有一些更多的内幕啊 就浮现到水面 因为什么呢 和他接触的人 知道内情的人多着呢 是不是啊 今天是 刚刚抛出这个消息 那么过几天 就会有更多的新闻披露出来啊 特别是港媒啊 而且 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内斗也好 还是腐败 这个证据作实了也好啊 这些领导将来都要走法律程序啊 都要拿到台面上 都要虚伪的走一圈啊 到那时候 我估计都是 这个 贪腐的素了 上千万 一大批贪官都可能设计其中啊 另外可能都会 一审不上诉啊 和这个 这个有关方面有交易啊 判个武器就算了 这个满足政治斗争的需要啊 所以说这种反腐败 虽然是力度非常大呀 一个接着一个啊 但是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啊 这标志的时候 标志中共这七圈头 我们这走向 默契的时候 内斗加决 这个斗到最后啊 可以这样讲吧 这个两败局上灰飞烟灭呀 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你变革这种专制制度 你才能 这个 解救很多人啊 也包括这些 贪官武力在内啊 而不是多抓人啊 但是没有办法啊 习近平是 这个一股道走到黑 到现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特色不就是一党之政 再加个一人独裁吗 是不是 才导致了夺对绝对的权力啊 这个造成了绝对的腐败 所以 每个人都不安全啊 包括王岐山在内啊 所以说再过几天讲了 假如真有消息说 王岐山落马 你不要觉得有什么震惊的啊 也是顺理成章啊 那么今天的读报点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这期见